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加權指數盤中創下一個波段的新低點 來到9177點 那這一個收盤價以加權指數所有的一個均線 以及所有短期技術面的形態來看 除了是今年新春卡紅盤以來 最低價在今天盤中出現 那劉老師所列示的這六條移動平均線 分別是五日線 十日線 二十日線 六十日線 一百二十日線 二百四十日線 今天是非常明顯的是 連年線的部分也有一點短期下彎的一個現象 今天加權指數無論從各種技術面的一個形態上面去觀照 這盤式格局不只是中空而已 盤式格局其實已經六條金線全部跌破 而且從各個面向來看 技術面的一個看法來看 就是已經全面走空了 那關於外來後續的盤式格局怎麼樣去觀照今天 尤其盤中又出現一個短波的一個新低點 9177點了 我會分幾個面向來談 我先跟大家報告我們對於極短波的看法 我給我會員沒有的扣訊 還是短多段我們續報流暢 而且我認為從基本面分析 這裡其實就是一個低檔區急漲急跌反向操作 而且量數的一個擴底的一個過程 那反而利用今天交代一個變盤轉折低 端午間低 反而這個盤式格局有機會波段轉折相差片談 所以我們還是站在選擇要不論是指數 不論是個股來講 不論好的股票利用這個位置就要全線重壓大買 雖然價錢指數按照劉老師昨天的一個分析是 極短波已經出現低短整節吃貨盤 找盤有些心疼在說 而且指標已經來到夠低 相當於這個價錢指數很可能就是5000點的水準 300億元以上一個窒息量能找 結果比較弱勢的是今天談也只找上來開盤點 看到9272 上載的是3點 極短波就盤中又傳出各種利空消息一個短波一個下探 利空消息除了盤中又傳出了台北市關於永久人會爭議 很可能又要銀行團接管 所以盤中這個消息出來又出現一個短波向下一個擊殺 讓這個盤式格局破了一個短期的低點 第二個是昨天大盤說又有多頭人氣的信心指標 這輪股票叫2498到宏達店 其實以今天只有低點平盤開出在這個83.6元 昨天劉老師跟他預告說我們第二筆多單 趁著昨天漲平盤賣出了 結果以9.5分來看今天等於是說9.5分就直接是開低走低 而且沒有任何高點 今天宏達店的開低等於確認昨天是一個極短波的多頭捷徑 接下來要開始進行短線向下探低的動作 所以在人氣股你感覺是一個多頭 好像有一個短期的信心指標 又再度出現一個向下擊殺 以舊字來說今天宏達店差一點點又灌到跌停檔 這盤式格局在各種利空分層的狀況之下 今天又破底了 好再去談未來一個趨勢性的走勢 以及我對於這盤式格局的看法之前 我認為如果大盤看不清楚趨勢面的一個脈絡到底是什麼 好我認為就拉回基本面來看 為什麼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 其實以今天這麼低的成交量也僅僅只有783億 再加上加權指數783億 上櫃的指數190億 好如果上市加上櫃加起來 這盤式格局連1000億元都不到 那這個真的是這個三四百億只剩下這個底部區 四五千點起漲區才會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在沒有量的狀況之下 今天的這一根K線的技術面一行 我認為其實也沒有參考的一個意義 結構上面還是一個非常低量炒環境 所以如果所有一個短期的技術指標 類似像這個KD的指標 在今天都還是呈現背離的 那還是提醒所有投資朋友 不要在沒有量能潮一個假破滴的過程裡面 你這個時候才去低漲區成一個追空 否則這盤式格局按照我們規劃 都從時間波編盆轉折 正式轉折向上 我認為你會空在一個大波段起漲的起漲點 那第二個如果技術面看不清楚 所有技術面都告訴你說這盤式格局已經沒有救了 我們今天正式創下台灣奇蹟 我們今天正式創下台灣奇蹟 亞洲股市南韓到今天為止 今年累積的漲幅還百分之八 我們不但沒有漲 今年從頭到尾沒有漲 而且正式已經確認進入中場空走勢了 好 我認為拉回基本面來看 斷然沒有這樣的道理 那旁邊有機會在端午節FOMC 所有的變數排除之後 這盤式格局非要利用指標這個低檔 非全線大漲先拉一波 給信心直穩的多頭反擊不可 那我說基本面指標到底在哪裡 來 這是我今天給我會員朋友的盤後稿 我是這樣告訴我會員朋友的 如果盤式格局真的看不清楚 我們就退回基本面來看 我認為大盤其實已經非常明顯明確 非常明確地呈現抄疊了 FOMC的變數之後 應該有全線大漲的機會 我認為唯有任利用利空的時候底部去大買 你未來才有超額利潤大賺的一個機會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各研調機構 今年大概上市上櫃全體的獲利 有機會今年是繼續會再創新高 而且有真正能力的公司大概 明後年都有機會再去挑戰新高水準 今年上市櫃公司平均獲利 有機會挑戰2兆元的一個水準 那我們來看這個是 證交所最新公布的一個市值資料 在上個禮拜五收盤 6月12號的位置點是27兆的市值 好 那是會買中心最新的資料 統計到昨天為止6月15號 好 那市值是2.7兆 好 等於現在上市上櫃的總市值29.7兆 你除以2兆的一個獲利14.85倍 從基本面來看大盤已經遠遠超越 已經遠遠超跌過去歷史平均 大盤會平均波動的本益比大概是15到19到20倍的平均本益比 從基本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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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底部區醞釀足底的過程裡面的 反覆震盪打底在清洗充滿了一個過程 好 其實以大盤的歷史平均本益比的區間在15到19倍 再怎麼樣我們都要15倍本益比吧 以禮拜五收盤9301來計算 你用29.7兆去除以9301點 等於大盤平均每1點的市值 大概就是等於29億啦 今年獲利2兆去除以29億等於每1倍的本益比 大盤平均是要漲700點 689點 好 你用689點乘15倍的本益比 大盤我認為上萬點這裡 絕對不是漫天喊價 這根本是我們加原指數 其實不要說是後段班 連補考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國際股市的一個市場 這是爆發MERS的南韓 從今年年初 漲到今天為止有一個短期的一個破底 你說它爆發MERS已經確診了一個病例 死亡病例已經到15例 可能會壓抑南韓綜合指數的一個成長 2028點除以1876 今年南韓綜合指數即便是極短波 好像有一個小事讓它空頭 現在它很回撤 也來到AC等浪指標都已經低到 即將做一個多方便盤轉折向上了 今年爆發的MERS的南韓都已經大漲8% 中國股市已經是全線噴出 日本不曉得漲到哪裡去了 我們台灣3月沒有漲 9775而已 4月挑戰萬點失敗到10015 5月談到600點 9700點就直接急殺往下 6月沒有行情 還反覆的在91191這邊 今天9177的 好 我認為這盤四格局 讓我想起來那個壓緊賽 我們對韓國的時候 陳志遠被4次老K的時候 蔡明你說 已經出了4張K 再出第5張K 就是出老千了啦 好 同志朋友 這個 再不漲就出千了啦 我認為這一波醞釀洗盤的一個過程 剛好 利用今天價錢指數盤中去交代一個變盤短的第一 今天盤中最低點來到9177點 好 我們來看連周指標都已經修正到22位置 前一次周指標幾長 8501 8501 好 後來一路大漲8個月 加權指數大漲1700點 好 基本面已經明顯超跌了 加權指數 今天加權指數破了9177 來到今年全年的最低點 所有技術面指標 所有沒有看多的理由了 那為什麼台積點 在138.5是賣點 好 我說 技術面其實只是短線上面進出參考碼 加權指數未來會漲未跌 你還是要回來加權指數的基本面 好 量縮無量探跌的過程本來就是第一 不必須成形 它有時候是一個必要的一個過程 那既然基本面已經非常明確告訴我們說 這裡已經加權指數明顯超跌 還給它的一個公道 加權指數 至少要挑戰10393 那我認為 現在唯一的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要在端午節之間 這裡又額外洗1929177的地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好 你已經看到周KD的指標 已經來到20了 往前數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五個禮拜 是不是這一個轉折的低點 9536 678剛好是10014 對不對 90 11 12 13 剛好是9775 對不對 距離這個三角形受電型態 梁老師跟他預告 嘎空噴出 一波到頂 這根紅K的起場點是21週 好 它只有8501是 這一根小紅K的十字的時候 其實這個禮拜就是正式是34週 變盤暖折 而5 8 13 21 剛好是重疊到K線起算 所以下個禮拜才是5 8 13 21的轉折 那麼我認為利用今天那個膠帶利空 膠帶一個周線層級等於 嚴格來說其實是一個 五重周線的變盤轉折 交代低點 而且也是 基本面上面非常明顯的一個 抄疊洗盤的一個位階 好 這裡反覆的利空徹底 它其實就是原先我們跟它規劃 就是大概是9200點到9400點 低檔區 幾檔幾點反向操作 今天以幾檔幾點反向操作的一個 這個觀點來講 幾檔波也是買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教員指數如果說以分時指標 60分鐘來看 今天也不是所有指標都在短期的低點 也是一個幾檔波相形幾檔幾點反向操作的買點 好 所以我認為這盤四格局 它等待的只不過是額外利用 今天政治面的老盤因素 好 利用美國股市FOMC這種變數排除 額外一個洗盤一個利空而已 等到全線所有的變數排除 我認為無論如何 這是第五次的攻擊機會 無論如何這一個波段 假設這個周線成績五重 五 八 十三 二十一 三十四 其實今天連日線圖都有轉折 這個幾檔波轉折高是三天 距離前一波9191是五天 距離這個波段轉折點 9736的位置也是三天 這根小紅K的起漲點21天 今天剛好是距離10014第34天轉折 明天也是日線格局上面的五重 日線的轉折 周線在這裡是端午節變盤轉折 我認為從基本面來看 我認為我所追蹤到的台積電聯發科 今天細品林文博先生也是如是看 好 何碩同志賢也是這樣看 已經看到非常明顯的基本面 接下來廠商五熊六爵度過之後 所有電子業產業的一個旺季 開始拉貨的動能 現在已經開始開始拉貨了 好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待這個盤四格局 你的指標 你的技術面 所有都告訴你說 這盤四格局走空了 我的看法是 如實地忠實跟大家呈現 如果是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這裡就是買找到好的股票 利空重壓大買 我們的目標還是希望這盤四格局 及格來到15倍平均的本益比 10393是這個波段的最早目標 如果是我會員朋友 好 我們第一個 抠信看到可以買好的股票 低檔局就全現中壓大買 好 那只剩下這個股票選股的方向 怎麼樣操作 那至於選股由於初步起漲 你還是要掌握原則 假設在這兩三天才交代波段轉折低點 初步第一波剛剛彈升上來的股票 很可能不是這一波優先首選的起漲點 你的交易還是稍微有點耐心 這是上個禮拜五破低到 其實這個72塊7 劉老師跟大家報告 好 破低反而這裡是一個極短波的一個馬遜 好 結果昨天宏達電漲停板 好 可是昨天漲停板 劉老師怎麼告訴大家 來 漲停的位置 這裡反而漲停是一個極短波 極漲極點反向操作的賣點 因為低檔區72.7到77.6 小大不是底型 對陣車量在82.5 甚至於如果你當初是以 宏達電漲融資操作的 這邊反而是一個短波的空訓 好 這是昨天跟大家講的 你要優先掌握一個極掌極跌反向 波形到這裡才第七波為止 指標高點你不要追啊 極掌極跌反而是讓你資金先抽出來 活用資金的一個機會 好 你們就避開一個向下回測 你未來宏達電真的落底 沒有資金買啊 我說這個還是加權指數 在即將探底要落底之前 你可能要掌握一個原則 因為第一波的一個首選 應該不會是宏達電啦 那你宏達電稍微掌握一些耐心 真正的波段轉折的地點到了 你跟著劉老師的call訓我帶你買 好 那今天的一個黑K直接短多 直接開離走低等於確認 昨天是一個短多捷徑 而且一口氣吃掉三分之二的紅K 是一個比較弱勢的盤勢格局 你昨天在三分之二的紅K 以上追的不是又短套了 好 這個是劉老師 昨天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講的 雖然宏達電今天的漲停 是確認我們講的72.7 短波次低點看到的規劃 洪達電還是空頭波型啊 好 那這個不是極短波 跌破遠遠超級 洪達電由於前面真的是跌得太誇張了啦 才會醞釀這個波一彈 這種非理性的沙盤恐慌亂殺齒骨 才會醞釀這波洪達電極彈就漲停 但是線型結構已經破壞了喔 你還是要跟我們過去一樣 多掌握洪達電的短線買賣 訓練比較踏實喔 那極總波就是把洪達電的兩套波型 洪達電的第二套波型的規劃 把它操作出來 我相信洪達電你就絕對有希望好不好 好 洪達電的希望在哪裡 劉老師會開放在補匯跟特匯 好 我認為順勢操作 絕對有希望喔 那至於大盤以及我們說 有機會的股票在哪裡 好 劉老師下半天回來 我還是隨意跟他報告 我認為最有機會的 應該還是台積電聯發科 這一個體系 這個系列 如果要跟著劉老師進場布局 一定趁著現在第一檔區 利空重壓大馬 不要等到10014才後悔去追換點 好不好 消息兩分之後 劉老師去幫他解析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快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坦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請進 請進 歡迎回到台灣最美的家 101等級 SRC全動鋼石城堡 中越建設機構最有氣的增加 一品會 120瓶 140瓶 02-2285-1199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賺其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出送 憲政實施中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以往在這種週限 成績日週月同時 實從的一個變盤轉折 過去以往沒有太大的例外 劉老師在這種關鍵變盤轉折 一定是跟全省投資朋友見面 這次剛好是端午節 不過即便我出去辦巡迴演講 跟我在電視節目當中 我們領先幫大家去抓一些股票 抓產業趨勢 關於我們竭盡我們所能 把我們的看法分享給大家 那不論這個短線上面 謝波走是多快 如同我們的規劃去分析 劉老師是用盡全力 想要幫助電視機前面所有投資朋友 所以歡迎 就從我出去巡迴演講 我還是告訴你說 這裡是底部區區長 我的看法是10393 所以我認為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還是 你真的不曉得怎樣嘛 挑台灣競爭力 產業基本面最好的這些股票 堅持一個波段 比如說過去 真的有時候爆股票 網家從200多塊錢 跟大家做最終 保護身 什麼時間跟大家分析的 好多股票你不爆 怎麼會有這種 賺一倍以上的機會 問題是 現在是哪些股票 在那個位階 在利空 在相對底部區 剛好趁著這一波利空的時間點 跟著我們一起 進場布局買進 你不會買 你不會做 洪達天怎麼樣資金 怎樣有效利用 那成長型的股票 要配置多少資金 我想就直接 有劉老師的考慮 我說更重要的一點 只有一件事是 我在股票市場裡面看到 真正未來會投資獲利大賺 一定是趁著利空的時候 懂得去遍地去減黃金 減便宜的人 好比如說昨天明顯 跟大家提到的是說 昨天尾盤真的跌破 收破季線 這麼穩的股票 廖老師告訴大家 假設這種這麼穩健的股票 你越是要趁著利空買 來今天洪海沒有低點 直接往上拉了 好而且我想這個 首穩錦季線 這不是回測上來季線 非常好買點嗎 好 那今天又傳出了 這個銀行團連帶 關於遠雄案的一個爭議 我想還是如同我昨天 跟洪海講的一句話一樣 像這種股票越要趁著利空買 整個周線一個大組成段的格局 我認為一個波段等幅 至少一五等浪吧 那第五波是最容易出量 就走1.618被擴延了 好那這一個周線一個變盤轉折 守得穩穩的如果成功 五周變盤轉折 583的變盤轉折 也是向上理論上面是要噴出一段 趁著利空就要趕快提前趕快買 那是2330的台積電 我想今天台積電一定又像 類似像昨天一樣 承擔了很多外資的馬 這個賣壓 那這一個箱形到底是不是壓力 不是已經重疊了144.5 已經沒有所謂空頭波段 這裡應該是一個五浪向噴出規劃 那你難道不趁著這個二浪回撐馬 還是要回來基本面 就像這個位置點大家都說141.5已經是空頭了 是壓力啊 那怎麼會噴到144.5 因為基本面告訴你說 這裡台積電營運的風險已經相對偏低了 今年下半年快就是第二季 六月份開始比較明顯向上拉抬 第三第四季往上走 你難道不是趁著這一個季度的低點 去布局台積電也向上噴出嗎 那那類似像前一波供到155 我們請大家賣的時候你再去追 你今天懂廖老師的意思嗎 好的股票利空 就像另外一張股票 這是二十五四的聯發科 那昨天回撤不是非常好的買點嗎 今天是 今天加權指數再做一個短波波底 聯發科沒有向他走低的機會喔 好 好那 我都會再讓股票你要 量朝你稍微去追蹤一下啦 那我想 有行情就絕對不要錯過 尤其適合中大資金的組織朋友 那這一波關於宏達電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了 它已經不能當作是成長型的股票 它可能必須要比較偏向類似像 技術免費漲後投機股的買賣宣 那什麼時候是一個比較大波段 你資金真的可以進來 未來宏達電真的落底 劉老師絕對不會帶大家錯過的 那資金再怎麼樣在宏達電 主體擴底的過程裡面先去找 找到類似 聯發科 鴻海台積電的機會 那未來一個趨勢性的波段 聯發科也不能夠從頭報到尾啊 好 劉老師跟他報告是說 我認為是有回升波的機會 但是每一波的一個轉折 聯發科 好 時間不太夠了 我們反覆跟大家去做一個追蹤 但是更重點是 希望這一次如同我們一個分析 那劉老師會幫大家詳細的去做一個追蹤 那所有波形準備好 那我認為期望值來講 做多獲利大串的機會最大 我們優先選擇做多 然後看看這夾選指數 有沒有辦法按照我們規劃 多頭變盤轉折 那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個轉折成功 你當然要去底部區 就提前考回進場佈局 好吧 那回饋給大家的東五集中 我們7月1號起算會期 詳細內容 你可以直接下去 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遇到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做得功倍啊 我已經找到幾個業者 將我那塊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個神秘人 要用高價租我的地 我還不可以做一 土地亂租給不明人數 真危險喔 有些民宵業者 會租土地來望住了揮華會氣霧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要常常巡邏出出的土地 哪怕我會造成的污染地主還可能被關 而且 最多可以磨到300萬人 請再到黃金保護術 歡迎秀琳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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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ill Je t'aime 我愛你